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佛法多年 并从他的上师们 那些学识渊博和修行成就高深的大德们那里 获得了各种修行法门的传承 然后 仁波切来到了马来西亚 创办了科切拉佛教团体 并把那些珍贵的佛教修行传承和法门 带给这里的人们 所以 我们确实有非常大的福报和功德 能够有那么一位伟大的上师 来到我们身边 为我们传法 那现在有一种情况 就是 占度过人不切获得的其中一个法门 也就是多杰雄灯护法门 在藏传佛教界引起了争议 有人说 多杰雄灯是魔 并禁止了这个法门 把整个佛教界弄得人心惶惶 人们听到双方各自一词 所以 是修好 还是放弃好 都很难做决定 所以 今天我通过占度过人不切所发表的言论 来把这个事情理清 让大家对多杰雄灯有正确的认识 进而 不再对多杰雄灯这个修行法门产生疑惑 根据藏人领袖们给出关于禁止修持多杰雄灯的理由 他们说 多杰雄灯是魔 如果我们医治它的话 我们就是在修魔 从而破坏了我们的皈依界和出家界 因此 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佛教徒了 占度过人不切说 这个言论很不合逻辑 因为多杰雄灯的修行 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了 人不切的上师宋人不切 还有达赖喇嘛的上师赤江人不切 都是多杰雄灯法门的传承持有者 大师已经够厉害的了 那连大师的上师们也在传多杰雄灯法门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还需要什么更强大的证据呢 像我上一次说到的 就连达赖喇嘛本身也修持了多杰雄灯很多年 而且还为多杰雄灯写了礼赞文 达赖喇嘛是观音的化身 已经证得十地菩萨果位的观音菩萨 不可能在接触多杰雄灯的时候 没有察觉他是一只魔鬼 甚至还修行了几年 单从这个事实来看 多杰雄灯的真实身份就再也明显不过了吧 由于当时出现了一些政治上的纷争 达赖喇嘛才被迫放弃多杰雄灯 并禁止了这个法门 他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跟多杰雄灯身为文殊菩萨化身的这个本质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文殊菩萨已经是十地菩萨 他不可能再退转成为凡腐 更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了魔 事实上还有很多确凿的证据显示 其他的教派如萨迦派 嘎举派 宁玛派 在这个禁令出现的很多年前 就已经在供奉多杰雄灯了 所以如果修多杰雄灯就破了皈依界的话 那这些四大教派的大士们 岂不是也没有资格成为佛教徒了吗 完全不合逻辑 照他们的那个逻辑 由于达赖喇嘛也曾经修持过多杰雄灯 那么在那些年里 达赖喇嘛也不是佛教徒了 简直荒谬无比 再说 藏人领袖们口口声声说 多杰雄灯是魔 这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藏传佛教里有那么多的高僧大德 都是在驱魔 降魔方面 在全世界享有圣明的 一说到驱魔 人们第一个去找的 多半就是藏传佛教的师父和喇嘛 对吧 那如果多杰雄灯是魔的话 干脆召集所有教派最顶尖的喇嘛 大家聚在一起 来个驱魔 降魔法会 不就得了 一了百了 把多杰雄灯这个混世魔王 给彻底降服 从此天下太平 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一直去说他呢 二 又做网站 又出书 又在法会上或视频上 呼吁人们不要修多杰雄灯 那何必浪费时间呢 你说是吗 如果连身为观音化身的达赖喇嘛 再加上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喇嘛们 都无法降服多杰雄灯 那就只能有两个结论 第一 多杰雄灯这个魔鬼 比佛菩萨还厉害 不可能吧 那剩下的另一个结论就是 多杰雄灯确实是文殊菩萨 任何驱魔的方法 无论法力多么高强的喇嘛 都对文殊菩萨 起不了丝毫的作用 你要人们停止修持多杰雄灯 方法其实很简单 勤贼先勤王 把多杰雄灯降服了 搞定了 树倒狐顺散 世界上从此 不会再有一个修多杰雄灯的人 是吧 为什么藏人领袖们 要实行这个漏洞百出的 多杰雄灯禁令呢 很简单 找代罪羔羊 为什么找代罪羔羊呢 说白了 就是为藏人流亡政府的 无能和失败找借口 在政治意义上 代罪羔羊是一种 重要的宣传技巧 历史上曾经有过 一个著名的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打败仗 而必须付出代价 整个国家崩溃了 犹太人就被德国纳粹政权 指责成德国经济 和政治瓦解的主要原因 犹太人被冠上了 莫须有的罪名 于是在接下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就有了臭名昭彰的 纳粹集中营 和犹太人大屠杀事件 同样的 藏人失去了他们的西藏 被迫在海外流亡 已经将近六十年了 至今还看不到 返回西藏的一丝曙光 而且流亡藏人的生活 越来越糟糕 民怨四起 这是谁的错呢 当然是藏人流亡政府的错 但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 于是藏人流亡政府 就编造出这一起 多结雄灯闹剧 说修持多结雄灯 损害西藏的利益 也就是说 在解决西藏问题上 毫无进展 都是多结雄灯的错 让人民把罪 怪到多结雄灯身上 而藏人流亡政府 就躲在背后 偷偷松口气 然后继续向海外 博取同情 以便能继续 获得大批的捐款 这才是多结雄灯 禁令出现的真正原因 藏人领袖们 禁止修持多结雄灯的 另一个理由是 修持多结雄灯 对达赖喇嘛的 身受不利 但达赖喇嘛 不是观音的化身吗 魔鬼怎么伤害得了 观音菩萨呢 如果有魔鬼 伤害得了观音菩萨 那我们还拜佛干嘛呢 我现在就马上改教 改信魔鬼 居然有比佛菩萨 还厉害的魔鬼 那还等什么呢 因此 如果我们把已经 证悟的佛菩萨 看作魔鬼 进而用侮辱性的名字 称呼他们 污蔑和贬低他们 我们造下的恶业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些所累积的恶业 将驱使我们远离佛法 会使我们产生邪见 把明明正面的事物 看作是负面的 而且这些业力 还会让我们 被负面的事物所吸引 进而制造更多的恶业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藏人领袖们 却一直在鼓励人们这么做 非常可怕 对于文殊菩萨的化身 多结雄灯 即使你不羞耻也好 也应该保持尊敬的态度 而不是去侮辱和诋毁 所以 多结雄灯这个护法法门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去修 去学 在学佛道路上 依止文殊菩萨的化身 多结雄灯 能为我们消除修行时的 种种内在和外在的障碍 直到我们修到成佛为止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更多有关多结雄灯护法的话 可以上 贪图顾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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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中文殊菩萨.com slash l slash cn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